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款广东炖汤 那这个炖汤您也可以用来用煲汤的方式 就是放在锅子里面长时间的煮这个三个小时的方法来操作 那这款汤的名字呢也比较长一些 叫花旗参手乌枸脊乌鸡汤 那一听这个名字呢就知道是一个非常丰富 也非常滋润养颜又能预防感冒的这个 一个非常适合我们现在喝的一款广东炖汤 那我今天就想在这里跟大家具体分享一下这个制作过程 希望你们在家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试验一下 以下便是这八种主要的食材 并且再加上乌鸡 乌鸡可以去掉鸡头鸡脖以及鸡屁股 把它洗干净切成四块备用 现在准备将乌鸡以及其他的这八种食材 依次放入到汤包当中 这个汤包呢是陶瓷的 可以用这种炖汤的方式来操作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将乌鸡以及所有的食材 直接放入到这个汤包当中 直接做煲汤的方式 现在开始加入其他的辅助食材 党参四颗 党参主要是用来补气跟补脾胃的增加抵抗力 花旗参一两泡水 那花旗参主要是用来去火 抗压以及提高身体拟异力 龙眼肉食科泡水 那连水一起放入 主要是补心皮削疲劳 以及河手屋一到两片 你也可以用一片 它的补血功能呢是远远高于当归 有养肝固肾的作用 随后加入去河的红枣 及南枣八颗 那南枣主要是用来补血 建脑恩神 而且温和浮躁 再放入二十颗枸桂 那枸桂呢 是有清肝明目抗氧化的功能 接下来就是泡过水的血帘子 二十颗 它有通筋脉补气的作用 食户 八个 食户呢 用名不死草 那它是需要泡水 并且你可以把它撕开 这样它里面的这个胶质 会更好地体现出来 在煲汤的时候 它有异味生津 滋阴清热的 非常好的功效 乌鸡以及所有的食材 全部准备就绪 将包炖汤的这个大的锅内倒入60%的冻水 凉水 随后将陶瓷的炖煲放入到这个大锅当中 随后将滚水 就是烧滚的热水 放入到陶瓷的汤包当中 加至九成满 准备就绪后 可以开火 用大火先煮20分钟 让水煮滚 经过三个小时的小火炖煮 我们的花旗参首屋枸杞 炖乌鸡汤成功完成 您可以尽情享用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